清朝的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有一个难得的盛世繁华时期 这便是康雍前盛世 这个盛世的核心其实便是雍正王朝 在为仅仅十余年的雍正皇帝 为以清朝日后的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这位皇帝却屡屡为人所诟病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九子夺嫡的缘故 雍正皇帝继位的过程 在清朝历任皇帝中算是绝诸最激烈的一位 不仅弥漫着腥风血雨 还在刀光剑影中穿梭 这样的经历不得不让雍正皇帝 在继位后依旧重视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 以至于将这些曾经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们 都一一清算 不过在清算的过程中 雍正皇帝对待曾经废太子一家 和大阿哥一家有着天壤之别 这让后世学者不禁产生了种种疑问 那么究竟是为何 让雍正继位后 善待废太子一家 却不肯赦免大阿哥呢 在九字夺敌爆发之前 康熙皇帝最重义的还是自己立的太子 自己也是全心全意培养这位太子 可谁料太子却早早的犯了大错 让康熙皇帝不得不废了又立 立了又废 在太子废立问题上 雍正皇帝与八阿哥的态度有着明显差异 雍正皇帝坚决支持太子 希望康熙皇帝能够保住太子 正是得益于这个政治主张 早年的雍正皇帝与废太子紧紧地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于是这让废太子与雍正皇帝的私交也渐渐好了起来 两人的兄弟感情得到了巩固和加深 在废太子重新恢复太子地位后 雍正皇帝曾与他有过多次的兄弟之谈 两人的感情在这一期间可谓是更上一层楼了 直到太子又被废 后并是于囚禁之中 这才让雍正皇帝与废太子之间的勇意彻底中断 出于过去的政治主张的延续 到了雍正皇帝继位后 他对废太子一家人可谓是十分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 对于废太子一家来说 正是雍正继位后 他们才获得了应有的名誉 裹上了该过的生活 对待废太子一家雍正皇帝尽县人后 可这并不代表着雍正皇帝会对其他兄弟一样有这般人后 其次对待废太子一家的人后目的性非常强 那就是要突出雍正皇帝继位的合法性 以便折服文武百官 好让雍正皇帝迅速站稳脚跟 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肆实战圈脚 通过实际表现来看 果然不出所料 雍正皇帝的这招任意用得恰到好处 既彰显了自己的人意 又稳固了朝局 使得不少康熙王朝留下来的旧臣愿意站在雍正皇帝身边 这位雍正皇帝日后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相比于对待废太子一家的主动人后 雍正皇帝其实对待其他兄弟来说 总体还算不错 他清算的对象也主要针对于巴野党 于是清算巴野党的手段之毒辣 成为了他日后饱受勾兵的一点 尽管整个巴野党中的成员 都一亿遭遇了雍正皇帝的清算 可唯独大阿哥是唯一为彻头彻尾 没有让雍正皇帝放弃过清算念头的人 这让大阿哥的结局可谓是十分凄惨 其实大阿哥最终的结局 并非是雍正皇帝所能改变 毕竟下令将大阿哥永久圈禁 是父皇康熙 这让雍正皇帝即便想要赦免大阿哥 难度也非常大 这让雍正皇帝自然不会为了这个政敌去冒着险 当年大阿哥想要在九字夺敌中胜出 居然屡屡冒犯康熙皇帝 得到的处罚也不少 最终让他成为了巴野党的骨干理由 既然要辅佐巴贤王登上地位 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扫清障碍 这第一个对手就是废太子了 大阿哥在没有摸清康熙皇帝的真实想法时 就一味冒进 对废太子乘胜追击 惹得康熙皇帝非常的不满意 最终激怒了康熙皇帝 让康熙皇帝在九字夺底彻底爆发前 就有了想捐进大阿哥的意思了 后来废太子地位稍有动摇后 大阿哥还用五谷之术诅咒他再一次被废 这一下便让他被抓到了巴野 随着有皇子去康熙皇帝内告状 康熙皇帝在不然大怒的情况下 决定亲自彻查此事 连夜搜查大阿哥的居所 结果真发现了他写五谷之术的证据 最终康熙皇帝忍无可忍 遂下令将他永久圈禁 这也让大阿哥不出意外 只能在圈禁中度过余生了 看到大阿哥的这种结局后 无论是巴以党还是其他的皇子 出于政治考虑都不会同情大阿哥 这让大阿哥可谓是孤立无援 雍正皇帝继位后 同样是出于政治延续的问题考虑 坚持了自己曾经的主张 恪守康熙皇帝的证明 对大阿哥的惩罚不予修改 这让他到了雍正皇帝继位后 待遇可谓是越来越差了 最终也让他病逝在狱中 从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就开始圈禁 到了雍正皇帝继位后 大阿哥早已经没有了对皇位的威胁 可是雍正皇帝却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尽管两者曾是政敌 可不得不说得不到雍正皇帝的胜免 完全就是大阿哥旧游自取的结果 早年对待废太子的咄咄逼人 到了八爷党后 可谓是骨肉相残 毫不留情 这让大阿哥的行为一时之间变得天理难容 这才导致了康熙皇帝对他追究到底 也是雍正皇帝不愿意赦免他的原因 当然除了自身的旧游自取外 大阿哥一味迷信权利 不断以权谋私 也是雍正皇帝对他嗤之以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让雍正皇帝继位后 不但不减轻大阿哥的处罚 还要彻查他的一切罪行 可谓是要以大阿哥为典型 开始为皇室宗亲树立一个表率 细数大阿哥在九子夺嫡期间所累犯的罪行来说 无论是按照清朝当时的法律 还是宗人府的执行办法 都是要给予重罚 于是在雍正皇帝继位时 还在宗人府罗列了大阿哥的不少罪状 以交给皇室宗亲的后裔们观摩学习 将大阿哥的这种行为 永远地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让他充当了一面镜子 不断惊醒后人 出于这样的目的 既然要当方面教材 自然是不能让他离开眷禁的 这也是雍正皇帝始终不愿赦免 大阿哥的又一个重大原因 曾经身为八爷党骨干的大阿哥 从康熙年间被圈禁到雍正皇帝继位后的旅旅追究 这让大阿哥为他的旧游自取付出了代价 同时也让他的野心彻底覆灭 尽管有着野心和权欧 可大阿哥却认定自己的野心发展 就算是被蒙蔽了双眼 也在所不辞 随着自我野心的蓬荡 大阿哥的行为也算是十分越界的了 这让屡屡突破底线的他 不仅不被父皇康熙看好 反而被自己的各位兄弟所排斥 就连把阿哥自身在得知这些事后 都对他持之一笔 可见大阿哥的所作所为早已无法原谅 自然是得不到雍正皇帝的赦免了 饱受诟病的雍正皇帝 因为清算自家兄弟的行为 屡屡遭到历史的负面评价 可是唯有两个例外 第一是雍正皇帝十分善待废太子一家 这让他多少赢得了一些仁义的声音 第二则是雍正皇帝继续恪守康熙时期的惩罚命令 没有赦免大阿哥 这让大阿哥在九子夺敌中的越界行为 可谓是最终有了报应 同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支持雍正皇帝 进行清算和严惩的一个特例 可见对于那些本就不仁不义之人 只能予以惩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